講序劉鑑藝廟在10月1號正式開大 帝教衛生所也將到帝教技術室 你進行巡迴的住宵服務 如果民眾如果撤過也不用擔心 也能從行政王合佑醫療院所來組 你因為藝廟需要一段時間才會發揮保護的效果 帝教衛生所也有朋友 提早來組 提早以後 講序劉鑑藝廟在1號開大 有很多民眾已經用心習慣 今年一年來組織劉鑑藝廟 我以後還給你感冒的 有效喔 有效 這家賣府的主婚在65歲醫生的老人 和六個月醫生高校 六年級的小朋友 你為服務在家24傳遞的傳名 在家有心想要從10月1號開始 進行社區巡迴來為民眾組織劉鑑藝廟 那要記得要戴健保IC卡 還有身份證和印章 那幼兒流感也是一樣 從10月1號開始開打 是從六個月以上到國小六年級 也是可以來衛生所施打 在進行一廟實在進行 是需要進行簡單的身體檢查 包括血液、體重、體穩定 並需要經過醫師的健康阻塵 因為很多人在住宵一廟一後 出現身體不爽快的歡迎 所以在家有身所疑心也拿七名獎 一廟實在需要注意的屬性 到的地方會有一些纖維的紅腫 不舒服的感覺 那個是兩三天以後就會消失了 那一般我們要求鄉親在打完之後 會在衛生所這邊休息30分鐘之後 再請他們回家 還有就是個人方面如果有 對雞蛋有過敏的 吃蛋有過敏的 或者是以前打完 有不舒服的感覺 要跟醫師報告一下 我們也會事先會 對這個會這方面會徵寫 體驗的民眾如果找過 衛生所的社區巡迴 可以自行到合佣的醫療 應所接受疫苗的主持 包括環球的農民病因 加音診所 心態診所定 醫療應所 細心新聞 展開發得起兄 蔡翁伯德